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邵氏公司的电影 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邵氏影音是当时香港地区最大的影视公司 再加上公司里出现了很多让人惊艳的女星 而且邵氏影业里面 女星不只是漂亮 演技也是非常好 但是在邵氏影业里面有一位女星 是一代配角天后 却在三十岁拍摄三集 爱上了同性女收获幸福 她就是金燕玲 她在不少的电视剧和电影中 都留下了很多让人难忘的角色 只可惜她近年的身体接连出现问题 2019年被爆出患上子宫癌 她进医院做手术 并在手术后接受了六次化疗的治疗 而在今年三月 她承认再度患上了癌症 金燕玲曾用名金燕玲 1954年11月30日出生于台北 原籍浙江慈禧 1970年15岁的中学生金燕玲 在参加歌唱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 此后她就在台北的凤凰歌剧院和电视台演唱 成为了职业歌手 1972年金燕玲到香港演唱时 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拍电影《女神灭灭观》 影片讲述男男女女的爱欲与背叛 她也一度被媒体打上验星的标签 她有一段时间最怕别人说她是脱星出身 后来想通了 因为毕竟那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 希望以后的女星别学她 台湾新闻局在20世纪70年代 曾经有条规定 凡是演脱戏的影星一律禁止捉镜 所以金燕玲回到台北后就被禁止出口了 当时在她自己心里 自己实在没什么优点 她迫切地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而她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结婚 她说父母给我灌输的概念 女神找个老公结婚生子才是人生的使命 不结婚生子都不知可以做什么 1976年底 金燕玲与在英国经商的彩蝶宣老板梁廷斌结婚 退出影坛定居在英国 金燕玲安心当家庭主妇 因为梁廷斌不要小孩 她平时有充分的时间欣赏电影和电视片 她边看边揣摩表演技巧 常常联想到自己 如果她演这个角色该怎么演 这时候她才感觉到自己曾当过演员 1982年金燕玲与梁廷斌离婚了 其原因就是她太过依赖丈夫了 现代的西方家庭中 女性以家庭为中心也会引起丈夫的不满 从而成为离婚的理由 台湾的三位女星 于峰 江帆和金燕玲 曾被称为是银色三轴里 因为他们都嫁给了英国经商的华神梁氏三兄弟 这在台湾娱乐圈一度被传为佳话 可是这三位女星都先后与梁氏三兄弟离了婚 数年之后金燕玲在回忆这段感情时说道 我是那种会侦查地水 连拖鞋都会拿给老公的人 但这些工作即使连佣人都能做到 渐渐的完全没有了自我 当一个女人连自己都迷失了 是问又怎么会有趣呢 还怎么去吸引男人 金燕玲离婚之后立即回到香港娱乐圈 她决心从头开始改变别人对她的看法 按照金燕玲的话来说 那是她人生第一次必须要面对真实的生活 因为不肯再演性感戏 她去拍了不少影片 当时处境是毛骨头绪 感到彷徨灰心 很想回到英国去 也是从那时开始 金燕玲从丈夫生活中的配角中走出来 成为了荧幕上的黄金配角 但是花了几年心思的事业 一下子要放弃又舍不得 也不甘心 金燕玲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宁愿演穿烂衫的 反派的 也不想老是演傻妹 情妇这类 只有表面而无戏可演的角色 她等待着机会 自觉运气不熟自己的好友林青霞 这个坦率而自信心强的人 不久在各大影片中得到了演出机会 当许安华的《倾城之恋》 请金燕玲去客串两场戏的时候 她并不知道副导演关锦鹏 开始注意她 隔年关锦鹏的处女做女人心的时候 就找来了她 主角是周润发 妙千人 钟主红 那时候金燕玲已经想明白了 不管是一场戏还是两场戏 篇幅有多少 如果你做好了 可以令别人留下印象 1985年金燕玲拍片六部 除拍戏之外 她还到东南亚和欧美等地登台演唱 她不仅仅改变戏路 也改变了市场生活中的形象 化妆油浓变淡 服装的品位也提高了 逐步由艳星变为了有品位 有格调的性格演员 1987年 她因再度出演关锦鹏导演的电影 《地下情中的女影星》 廖玉萍 以其成熟的演技和自然的投入 带有梁朝伟 温碧甲 蔡琴演出的这部电影里 黑马一般的惊艳杀出 或香港第六届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的再度提名 她因上次被提名之后 以喜悦的心情出席颁奖大会 结果失望而归 所以这次被提名之后 虽然高兴了一段时间 但怕再度失望 于是跑回英国去了 1988年4月 金燕琳又因为 炎尔东升导演的电影 《人民英雄》 尤其是在这部 众星云集的电影里 最后20分钟才出场 但表演张力 细节 层次都无可挑剔 她再次获得了香港第七届 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这部影片后来在台湾供应之后 受到热烈欢迎 金燕琳的知名度在台湾 也大大提高了 金燕琳获奖后的提会是 不要只考虑 在影片中的戏份有多少 就算是配角 也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部戏如果有90分钟 配角戏哪怕只有15分钟 如果能令观众留下印象 便算是成功的 1989年 她加入由陈自强和梁李少侠合组的 影衣顾位有限公司 有人为她接驾安排拍戏和演唱的业务了 其实在1985年7月 金燕琳就已经和在英国开律师事务所的 Rabbit Wong交往 1988年6月 她和当时还是男友的Rabbit Wong 去印度加尔各达旅游 结果家中不幸被盗 金燕琳的首饰箱 最佳女配角的奖品 甚至连拖鞋都被偷去了 她积攒多年的珍贵首饰 尤其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奖品师姐 金燕琳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男友与其父为让她开心 看见金燕琳喜欢的首饰 就悄悄地买回来 金燕琳反而安慰男友 不让她这样做 以免影响感情 那时男友年近40岁 离过婚 她希望赶快与金燕琳结婚生子 1990年 她在街拍杨德昌导演的电影时 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一年她36岁 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 金燕琳再次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 定居英国 下架开律师事务所的Rabbit Wong 在这期间 以不打搅育儿的前提下 她除了陆续在杨德昌的电影 《独立时代》《麻将》第一中单身配角之外 还在张婉婷导演的宋家皇朝 张爱家导演的《心动》 张慧兰导演的《小百无尽忌》等戏中 继续抛头露脸 1994年金燕琳凭借在《独立时代》中 客串的两场戏 就获得了第31届金麻将最佳女配角 真不知道是运气好 还是评委另眼相看呢 但她在戏中穿着黑色旗袍的 圆润中年母亲的形象 着实让人认不出来 那就是金燕琳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 拍电影时她怀着运 原以为可以断了此念 不料生完再接到了杨德昌导演电话 还是这部戏 戏份还很多 她总共分了三次回台湾拍 还要带上出生几个月的女儿 让娘家人帮忙照顾 当人人都以为 这一次她会幸福的时候 现实却偏偏不遂人愿 婚后第二年 老公便开始出轨 可是金燕琳却选择了审其吞声 这一审便是15年 可悲的是即便如此 也并没有留住老公的心 这场婚姻结束得很难看 金燕琳几乎是净身出户 2005年的香港 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 多年再度离婚归来 她已经是女神50了 一切从头开始 还要借助朋友家 有三年 她的抑郁症非常严重 她打电话给好友关锦鹏 工作累得要死的关锦鹏 却很有义气 自己去买菜 请她到家里吃火锅 她由此度过了一个危险关口 后来金燕琳以新的姿态和精湛的演技 证明她在事业上 是位有成就的女星 2016年 她凭借电影 踏雪寻眉拿下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61岁的她在台上泪流满面 我每次离婚之后都会回到香港重新开始 因为只有这里还会给我戏拍 而她在一念无名中无懈可击的表现 更是让她拿到了2016年第53届金马奖和2017年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 同时让她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史上 创下了一项记录 成为了首位获得四次最佳女配角的女演员 但是从2005年起 香港狗仔队就经常拍到 她与著名影视节目主持人苏诗黄在一起 开始她不承认 后来变成了默认 两人已稳定交往了16年 虽然没有结婚 但苏诗黄对此无怨无悔 金燕琳曾经结了两次婚 也离了两次婚 并且还与前夫育有一名女儿 所以当时她完全接受了这段同性关系时 足足花了六年的时间 她在外面对媒体谈到这次恋情时 她非常坦然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方的 圆的 白的 黑的 男的 女的都好 爱是没有分别的 心地最重要 如果你对我不好 你是什么都没有用 重点是对我好不好 其实他们的爱很容易理解 一起患难 一起享福 经历的多了 心自然会靠在一起 曾经苏诗黄也患过癌症 金燕琳也是全身心地照顾苏诗黄 后来苏诗黄在专访中 以爱人称呼 公开两人关系 曾许诺赚够两亿 保障金燕琳下半生衣食无忧 当金燕琳在2019年 患上子宫癌的时候 也是苏诗黄不离不弃的照顾 让她最终身体得以恢复 而这次再次被确诊患上的是乳癌 金燕琳乐观地表示 幸亏提早发现 只需要将异物切除 做一定的电疗即可 后来她发视频向大家说明情况 是不希望这件事将来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 这样会生出很多不同版本的演绎 作为女人味十足的女人 曾经沧海后选择了同性伴侣 她说你经历过痛过 人生阅历始终会在演技上帮到你 就好像一支红酒 我们成天说等她熟 演员也一样 你需要时间慢慢成长 放在那里让自己慢慢准备好 曾经传统任命的金燕琳 如今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也希望金燕琳能够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 早是复出目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雨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